富邦寒将先发投手罗利 记者黄志原社 记者徐正阳台南报道 回国中之后不曾在台南输过的罗利 再次展现优异的压制力 请五局没被击出任何安打 以六局挨二安十一分的优职先发 率领富邦寒将以三比一力错统一失 罗利本纪十三胜 防御率二 三十四战区投手双冠王 夺三阵一百二十二次升上第三名 罗利前五局只让十队靠四次保送上磊 直到六局下才被盘武雄 苏志杰接连安打掉分 富邦于七局上靠陈品杰 接连安打与苏志杰守备十五 以二比一拿回领先 八局上趁休浩军出手时 求华手掉地上的投手犯规再添一分 罗利投出五个保送 是他在终止单场最差 他指出这场的保送确实投太多了 他整晚都投得很挣扎 因为知道控球不理想 但一直没能做好 所以投得很挣扎 本周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改进 即便前五局没被打安打 我的感觉跟呈现出来的成绩是两回事 棒球就是这么有趣 但是身为一个投手 这个内容不是我想要的 罗利说 罗利自2015年回国中之后 历经一打犀牛到富邦汉将 在台南先发持长久胜0败 他很惊讶自己在台南的成绩竟然这么好 现在我知道了 当然希望多多一闪 在这里再拿更多圣头 他笑说 罗利在二局下急于反射动作 想空手去抓打扯其出的强袭球 导致投球的右手无名之语 小指受伤 那个动作真的很笨 幸好右手没有大碍 投球也没有太大问题 他说 喂 哈哈 骨头 鸡